hello,大家好,我是小缺啊 S17已经快进尾声了 不知道大家排位干的怎样呢? 本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错过了本赛季的最强王者 你可能将会拾起一款超限定联定限定皮肤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从S17赛季开始 排位奖励机制发生了一点变化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凤仪之招 当然了,原来的赛季皮肤和钻石奖励是没有更改的 和以往是一样的 正常玩的话都可以拿到 但凤仪之招里面新增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超限定联定皮肤 一个是王者印记 皮肤当然是没有公开了 印记的话也有相关的说明 但是本期要分享的是想获得这两个东西的难度 第一个印记 最低条件必须是最强王者的位 即可获得一门印记 并解开印记可以进阶每一个赛季进阶一次 这就得说到第二个超限定联定皮肤了 大家看这一句话 从S17赛季开始 每个年度的印记进阶到最高级别的时候 即可获得年度限定皮肤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懂了吧 意思就是想拿到这款年度限定皮肤的话 就必须每个赛季至少打到王者以上 少打一个赛季的王者都不行 这简直就是测罗罗的皮肝了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肝吗 反正想起来就是没有兴趣了 毕竟实力不允许啊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